近日小燕在流水迢迢剧组看到了任嘉伦和徐正希 李兰迪同框拍戏 当天任嘉伦身着红色戏服 徐正希身着黑色戏服 两人站在城门外聊天 随后身着浅色戏服的李兰迪跑到两人身边 把手中的书信交给徐正希 并说着什么 随后徐正希和任嘉伦拱手做一告别 与李兰迪离开 拍摄结束 任嘉伦和徐正希的化妆师过来给两人补妆 整理衣服 大家觉得任嘉伦剧中造型怎么样